她是首届香港玉女大赛冠军 20岁买楼 身家半亿却只为子女富舍富 大家如果看过TVB剧 一定会对马海伦有印象 因为她经常在TVB剧中饰演别人的婆婆 而且非常狠毒 因此一直被大家称作恶婆婆 马海伦为内地观众熟知 是因为她是首届香港玉女大赛冠军 她在TVB剧集中的演出 其实她的演艺事业贯穿于少市 嘉义 丽地 亚视 无线等多家影视公司及电视台 除了演戏 她的体育素质在演艺圈中也排得上述 另外 外形不是特别靓丽的她 嫁得也相当好 马海伦网络资料多显示 她是1950年生人 其实应该更早 在1948年左右 这位香港女演员迄今出道已经60年 在荧幕和电视上贡献了诸多经典的角色 因常办反派女性角色 她也有TVB御用恶母的称号 马海伦出生于香港 是家中的独女 童年时家境并不富裕 和父母租住在一个小房子里 儿时 因为常听父母说涨租 她本人也非常看重储蓄 求学时代 马海伦的成绩相当不错 父母本打算让她出国留学 但她15岁得到机会出演鸳鸯剑侠 自此与演艺圈有了瓜葛 年底时 她参加了由少市银友俱乐部 和两家国外公司联办的第一届香港玉女选剧 一举夺得冠军 后来在父亲友人 喜剧演员蒋光超的推荐下 马海伦加入少市电影公司 一员训练班 与潘英子 郑少秋 罗家英等人成为同学 毕业后顺利成章留在了少市 少市有意捧她但人才济济 她只得多半配角 22岁那年才有机会 单纲分雷装的女主角 同事能力出众的她 兼做片场的场际 以及到朋友的工厂做会计文言 因勤奋能干 善于抓住机会和筹划 在20岁那年 马海伦就为自己购置了第一套房产 后来因为合约问题 马海伦离开少市 转到别的电影公司 又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保龄球运动 并成为香港保龄球代表队成员 在20岁出头时 即代表香港出国参赛 28岁时 马海伦涉足电视圈 加入嘉义电视 演出了早期诸多的代表作 如流星蝴蝶剑 红楼梦 仙鹤神针等 在红楼梦中 她扮演贾元春 而仙鹤神针 她则单高女主角白云碑 家世倒闭后 马海伦一度退圈 回归家庭 并帮助丈夫打理体育用品代理的生意 坚中曾在立地电视客串演出剧集天龙绝里的人尊 1984年 应许安华导演之约 她付出拍摄电影《清晨之恋》 在其中饰演徐太太 之后 马海伦以合约艺人身份加入无限 拍摄了多部叫好又叫做的电视剧 如《真情》 《皆大欢喜》 《火舞黄沙》 《天涯歌女》 《金石良人》 《大太监》等 开始为观众所熟知 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工厂兼职做会计文员 因演技精湛 马海伦两度获万千辛辉颁奖里最佳女配角提名 她演的鄂继姆 也把奶奶等角色深入人心 演慈母亦受认可 不过或因形象原因 还是半坚决居多 2013年 65岁的她 获颁TVB结出演员大奖 多年的演艺贡献得到确认 2014年 她与无限约满 本想退休的她 因获奖项肯定 与无限再次续约 她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 是当年的香港公主 曾经还是少师电影的当红花蛋 当时的马海伦还年轻 满脸胶原蛋白非常可爱 有充足的资本 其实在奋斗几年 没准还能够大获 结果还是被爱情拦截了 在事业和爱情上 马海伦选择了爱情 与男友结婚 二人还有了孩子 马海伦结婚较早 差不多26岁左右就嫁人 其丈夫是香港前立法会议员 和世柱的弟弟和世瑶 其曾担任东华三院董事局总理 两人相识于保龄球运动 婚后 马海伦先后生下一儿一女 儿子何存广是一名眼科医生 而女儿何敏金 则是建筑行业从业者 两人都存在英国留学 马海伦的一对儿女不仅学业 事业有成 对她也非常孝顺 她的儿媳也非普通人家女孩 而是香港汇丰银行高管 叶迪奇的女儿朱蒂 生下孩子后 马海伦还是决定到娱乐圈 再闯一闯 马海伦付出后接到了一个剧本 她还拿到了女主角 本该是一帆分顺了 没准这次还真能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没想到两年后公司就结业了 马海伦觉得这条路还是没那么好走的 自己又不是很顺利 于是就再一次退出娱乐圈回家相夫轿子了 后来俩人又生了女儿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马海伦决定再次踏入影视行业 直到现在 她都还活跃在影视剧中 虽然依旧是佩洁 但马海伦却通过自身的努力 呈现出精湛的演技 从而获得观众的认可 即便很多观众不晓得她的名字 但是当看到她的时候 都会觉得非常眼熟 不过这时的马海伦早已经过了靠脸吃饭的时候 她能够接到的角色也比较局限 毕竟年龄摆在这 再演女主也不合适了 不过这个年龄刚好是和演婆媳关系里的婆婆角色 因此她接到很多这种类型的角色 不过都是恶婆婆 在很多剧中都让人狠得牙痒痒 虽说她演的那些角色都深入人心 大家看到她都恨 但其实生活中的马海伦非常平易近人的 也经常去做一些公益 可以说是与剧中的她反差相当大了 在演艺圈的这些年 这么多剧累计下来 马海伦赚的也不少 再加上马海伦本身还很具有商业头脑 让自己的本钱在这些年间都翻了几番 但是即使已经是亿万富婆了 马海伦还是很低调 平时也不挥霍 因为她是通过自己的奋斗才换来的今天 甚至过去的生活有多不容易 有时候拍戏约不断 吃喝都顾不上 而且片酬也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至今都很低调 生活也很简朴 更值得尊敬的是 即便她已经到了这个年龄 但是对待拍戏还是非常认真和敬业 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一个配角 能一直常驻TVB 并且出演了那么多部作品的原因 很多人都想不到 在戏里办清洁工神似原型的她 生活中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婆 因为从小家境普通 一家人租在很小的房子里 所以马海伦也深深懂得交房租 和担心房东涨房租的那种紧张心理 如果房东将房租涨到父母不能承受的地步 那就意味着他们要搬走 可是这一班又不知道该往哪里搬 这样不安的感觉 深深印刻在马海伦的心里 那时候她就在想 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一定要先买套房 于是在20岁的时候 马海伦就买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套房 房子虽然不大 但是也够住了 而且他们也不需要再担心房东涨房租 因童年的遭忌 马海伦几乎将节俭融入到了血脉里 有关她千钱的故事广为流传 据说她在外面连十块钱的可乐都不舍得买 而是回TVB喝汽水机里的汽水 在剧组 她也不搞特殊话 用餐和年轻人一起吃盒饭 她曾穿着补了破洞的袜子 和友人一起去吃日料 脱鞋时被看见 她一无所谓 身为瓦身没烂就不要浪费 当然这只是她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她在扮演贵妇的时候 会拿出自己的私服 首饰家当 在她不经意晒出的一张喝下午茶的照片中 网友惊讶地发现 角落里摆放的竟然是高端奢侈品包包 且是总价七位数的那种贵货 马海伦凭日处事低调 不爱炫富 说非大活动名场面 也很少背昂贵的品牌包 而对于那只总价高达七位数的包包 她表示自己并不舍得买 是儿女孝顺她的礼物 马海伦为人精明有心 不爱炒股 只喜欢买砖头 她认为人生最重要有瓦折头 这样才不会被人破签 据港媒报道 马海伦手握众多物业 身家高达半语之多 她自己表示不止这些 但她平日的状态 着实不像有钱人 相当低调 对自己吝啬不代表苛刻他人 前两年受疫情影响 许多香港商户生意遭遇重疮 而身为业主 马海伦就主动为租户减免租金 身由他们教多少 做人要懂得感恩和不失 马海伦说 除了演技出众 财富等身 马海伦的体育素质也为人称道 她从年轻到老 一直钟爱体育活动 抛开前文提及的保龄球 高尔夫球运动 她还擅长骑马 游泳 滑雪 喜爱爬山 此外还学过北派刀剑功夫 及空手道 当年代表香港参赛时 她曾得过保龄球比赛女子组 团体亚军 球艺相当了得 因晒猪吃盒饭照片 马海伦曾被网友质疑 有钱人在装 但马海伦还真没有摆拍 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节俭生活 我节俭是我妈妈教会我的 我的好运气和财富 跟这两个字息息相关 既少成多 惊天被散 防患于未然 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一点相信很多人都清楚 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 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得很为勤俭 只知道通过外在的物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满足自己对一些事情的向往 对于自己的一对子女 她也只是富首富 却不提供全款房产 只因希望孩子懂得节俭 更有责任感 拥有这般价值观 也难怪马海伦有钱 到了她这般的年龄 这样的身家 想必该享受的也早就享受过了 过节俭的生活 一方面是习惯使然 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欲望 已不似年轻人那般旺盛 一日三餐 清简度日 不贪不战 随遇而安 有戏拍 有友会 有子女在身旁照顾 马海伦的晚年生活 有其简单 充实之乐 当一个人有足够的条件去挥霍的时候 或许可以任性一段时间 但如果只懂得财富往外甩 却不懂得往内隆 那终究会面临坐之山空的境地 可是当一个人有财富 懂得去让财富价值更大化 并且生活中懂得存钱的时候 这个人的财富也会形成积累 对未来的生活自然也会带来一些帮助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